担忧的最好方法是共同研制一个全球反导系统 并能够平等的民主的管理它 这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好的安全保障 对此布什说 他能够理解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担心 美俄双方都已经同意 俄罗斯 欧洲和美国将作为平等伙伴 共同参与建立反导系统 以应对潜在的导弹威胁 美国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都会与俄方一道 继续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布什五号下午抵达索器 此前他刚刚结束了对科罗地亚的访问 在对俄罗斯为期两天的访问中 除了会晤普京 他在六号还与俄罗斯当选总统 第一副总理梅德维杰夫举行了会晤 梅德维杰夫当天表示 俄美关系是世界安全的关键因素 他希望在担任总统之后 蒙使两个关系继续发展 而对于梅德维杰夫当选总统后 第一次以自己会晤 布什则表示很高兴 来看伊拉克方面 自从上个月的30号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人士萨德尔 命令其民兵武装迈克敌军停火至今 刚刚一个星期 然而巴格达什叶派聚居区萨德尔城附近6号 再次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 55人受伤 根据了解 当天一早 注意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 就向萨德尔城内的一处市场 展开了猛烈攻击 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 一直在城市上攻盘旋 不过美国军方并没有就此次行动的目的 做太多说明 只是说 美军当天从直升机上 下目标发起攻击 打死了9名犯罪分子 然而萨德尔城中的两所医院则表示 他们当天总共接到了16具尸体 并且收治了78名受伤民众 伊拉克警方说 在冲突当中 他们也有人员伤亡 由于上个月 伊拉克安全部队与什叶派武装之间发生冲突 终于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 已经封锁了进出萨德尔城的主要道路 迄今已经有两周时间了 城内缺医少药 物价飞斩 老百姓虎不堪言 另据报道 本月9号是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五周年的日子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人士萨德尔 已经在日前发表声明 呼吁伊拉克人在本月9号 担往什叶派圣城纳杰夫 参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百万人反美大游行 表达对侵略者的反抗 支持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而伊拉克政府也已经表明态度 如果游行能够在和平的气氛下举行 政府不会进行干涉 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6号报道说 因为担心巴士拉有落入 什叶派民兵武装之首的危险 在驻伊拉克英军撤出 伊南部重镇巴士拉的基地数月之后 约150名英军士兵 近日已经重返巴士拉 与伊安全部队 重新在一道打击什叶派民兵武装 英国国防大臣德斯布朗数天前宣布 鉴于巴士拉最近的安全形势 英国方面暂时搁置了 从伊拉克南部撤出 1500名英军士兵的计划 并且在今后的12个月内 英国不会减少在伊拉克的驻军人数 6号 以色列开始举行为期五天的 全国性的应急演习 这个举动引发了邻国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担忧 对此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表示说 以色列所进行的只是一场 例行演习 不会借此机会攻击叙利亚 奥尔默特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说 以色列一直在寻求 与叙利亚展开和平谈判 无意在北部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地区 挑起任何军事冲突 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5号晚上也表示 当无意恶化已经非常敏感的边境地区局势 但将随时观察局势动向 6号 以色列开始举行为期五天的全国性应急演习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的报道 这次代号为转折点2的演习 意在模拟以色列在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 或者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的反应 同时检验政府部门的应急能力 以色列的这场大规模演习 引起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不安 两国部分官员对以方演习的目的提出质疑 说以色列军队可能借此机会对两国发起攻击 为了防备意外情况发生 部署在离以边境地区的黎巴嫩军队 已经提高了戒备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 也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巡逻 一直追踪被劫持的法国远洋帆船的 法国海军五号正式公布了 他们拍到的被劫持帆船的图像 同一天法国总理菲勇也表示 法国方面将采取力量 采取武力之外的方式 确保被劫持船上的30名船员安全获适 这艘法国远洋船 五号从塞士尔返回地中海途中 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 船上总共有30名船员 其中22人是法国人 船只被劫持之后 法国海军一直都在对其行踪 进行密切跟踪 法国总理菲勇五号表示 法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 避免任何形势的武力冲突 安全解救被劫持船只上的30名船员 法国国防部长埃尔维莫兰五号也表示 虽然法国海军掌握了遭劫船只的位置 但是并不打算立即采取行动 目前法国海军还没有和劫持船只的海盗 进行接触 因此还不知道海盗劫持船只的目的 而根据法新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被劫船只已经在6号开始向满航行 其目的地就是印度洋海域的海盗巢穴 在索马里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猖獗 国际海事局把索马里沿岸 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 国际海事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 索马里沿海遭劫持的人质为全球最多 仅2007年索马里沿海遭劫持的船只 就多达30多艘 好来看一组环球赏苗 总统招安无效 塔利班要继续胜战 6号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在喀布尔举行新闻发布会 呼吁塔利班武装人员 尤其是正在国外活动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接受当前的国家体系和宪法 放下武器 参与到国家的各项重建工作出去 而塔利班武装则在当天发表声明 称将继续对珠阿外国军队进行盛战 价高未必或少 欧佩克拒绝增产 正在伊朗访问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 五号重申 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充足 欧佩克并不存在增产压力 巴德里强调 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 主要原因是美元贬值 炼油能力不足和一些产油国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 欧佩克增产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油价走势 英国第一亲王病予出院 经过三天的治疗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6号出院 今年86岁的菲利普亲王本月3号下午 因为肺部感染而入院治疗 白金汉宫发言人表示 菲利普亲王的病情恢复得不错 出院后他将回到温莎城堡继续养病 他本周一的公务活动已经被取消 奥斯卡称帝半世纪 好莱坞巨星此事 好莱坞老牌影星查尔顿·赫斯顿 5号在美国家中去世 终年84岁 赫斯顿最为人称道的表演 是他在囊括11项奥斯卡大奖的 1959年史诗巨片《宾须中扮演地区》 并因此获得奥斯卡影帝称号 此外他还曾经出演过《人缘星球》等影片 2002年赫斯顿被确认患上了阿尔茨海默之症 之后便一直在家人的陪伴下与病魔抗争 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然而在海洋或者是沙漠地区 虽然阳光充沛 但是由于很难建立发电设施 往往是白白浪费了丰富的太阳能 以色列正在研究的一种 漂浮在空中的气球太阳能发电器 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以色列工学院正在研究的气球发电器的模型 按照设计 实际应用的气球直径将达到三米 并被放飞到离地面几百米的空中 气球表面整齐地贴满两毫米厚的太阳能电池板 其所发电力通过与气球相连的电缆线传送回地面 由于发电器采用球形设计 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都可以接受阳光的直射 因此大大提高了发电效率 一直直径三米的气球发电器的发电量 与25平方米的传统太阳能电池板相当 在节省地面空间的同时 也节省了建造建筑物等设施的费用 使气球发电器的成本比传统方法降低了一半还要多 另外 由于这套设施的使用和拆卸都比较方便 还可以给暂时性断电的地区提供紧急帮助 不过气球发电器在空中容易受到自然风的干扰而影响发电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预计一年以后 这种空中太阳能发电器将完成设计并开始投入使用 博鳌亚洲论坛12号将在海南举行 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马英九的副手肖万长计划出席会议 有着百年历史的上海外白杜桥实施整体搬移 南跨桥体被成功托起 托移到船厂进行维修 润意不变形 拼花不怕咒 甘荣并极 精品西库 虎都打造 虎都西库 亚结物近 凝聚智慧和力量 只为心中梦想 成就天地间 未来在于创造 雅结物近 老家 美丽香村梦里老家 江西雾园 走进沙家邦 感受山水城 江苏常熟旅游 牵手吉莫市场 成就财富梦想